在火影中 有五个国家的实力最强 分别是土之国 梨之国 水之国 风之国 和火之国 而五大国中 又只有忍村的首领 才能被称为影 先来说说木叶村的忍者 他是四代火影的弟子 年仅12岁就成为上任的天才忍者 齐木卡卡西 但在一次任务中 小队遭遇误人的袭击 为了保护木叶 只能眼看同伴死在了他的手里 从此卡卡西大受打击 开始了他的暗部生涯 他是宇智波佐助 也是因陀罗的查克拉转世者 因在年幼时 亲眼见到父母惨死家中 心态发生了变化 面对夜间死惯了宇智波族人 和对自己弱小而无法报仇的绝望 是佐助学会的憎恨 从此 以各个宇智波幼为修行目标 成为了一个复仇者 他是宇智波幼 是一个在七岁时 就已经能像火影一样 思考问题的鬼残忍者 为了避免战争 他不惜执行灭族任务 从此成为了四处流浪的叛逃忍者 最后在和佐助的兄弟之战中 又凭借须佐能护的能力 将大蛇丸彻底封印 帮弟弟摆脱了骤印束缚 成功改变了木叶村的命运 他是木叶高傲的苍蓝猛兽 一位永远把青春儿子挂在嘴边的热血男人 麦特凯 当红色蒸汽呈现龙形态的时候 就是青春的最高潮 他是阿凯的弟子 木叶十二小强中的李洛克 虽然他没有忍受天赋 但是他的体数却足以让所有人惊叹 而这次他要对战的是 灰燕一族血迹界限尸骨脉的持有者 君马驴 君马驴的体数高超 还能从身体里取出骨刀当作武器 以此做出多段的连续攻击 这也让小李十分被动 就当君马驴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 小李掏出一瓶酒 挡下了对方的骨刀 当小李喝下酒后 虽然变成了醉醺醺的状态 但醉醺状态的小李跟之前判若两人 他的招数不仅变幻莫测 速度也快的惊人 几个回合下来 君马驴竟然落了下风 君马驴不甘心 想趁小李熟睡的时候偷袭 没想到小李看似睡着了 实则比谁都清醒 怎么打都打不住 还来了一个挥手掏 重创了君马驴 这就是罪权的最高境界 极异 接下来的战斗更为精彩 小李的一招一式 虽然跌跌撞撞摇摇摆摆 实际上是行罪亦不罪 不罪灵活 刚柔并激 随着时间的流逝 小李的酒也醒了大半 为几关头 一团沙子飞来 救下了小李 那么你能猜到是谁赶来了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哦 他是阿修罗的查克拉转世者 漩涡名人 刚出生时 名人的父母被九尾所杀 而父亲为了保护村子 临死前将九尾妖狐 封印到了名人的体内 但从此成为了孤儿的名人 受尽了村人的冷落 好在有伊路卡老师的关心 名人的性格才没有变得扭曲 为了让更多的人认可自己 名人从此有了目标 成为活影 他费尽心思败到自来也的门下 在自来也身边拼命修行 最终努力得到了回报 学会了螺旋丸和通灵术 并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不断突破自我 贯彻了自身的人道 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但在这天 小李却向名人发起了挑战 为了检验自己的修行 小李已经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下一刻 名人快速向小李冲去 小李毕竟是体数高手 就算名人拼尽全力 也还是落入下风 名人聪明 召唤多重分身牵制小李 本体都在一旁蓄力螺旋丸 然后抓住一瞬间的破绽 击飞了小李 就当名人以为自己赢了的时候 小李却再次爬了起来 接下来 就是火影忍者一场极燃的打斗 开门用来提升感知 修门可以提高体力 而收门则可以释放李林华 小李开启了八门盾甲 从不同角度攻向名人 名人一下变得极其被动 最后被小李一脚踹到天上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名人被超过音速的速度打落在地 但小李没高兴多久 发现这只是名人的一个分身而已 名人提出休息一下 并向小李递上了一瓶水 但喝下口中才知道 这不是水而是酒 小李也在无意识中再次使出了醉犬 外形上东倒西歪醉行逼真 但在进攻上却暗含灵力的招数 醉酒状态下的小李 即使名人的多重分身也失去了优势 名人也不甘示弱 再一次使出螺旋丸 但这次却被小李一个撕两脖青筋 直接反弹了回来 稍作休息片刻 名人终于开始认真起来 小李的罪意也逐渐消失 那么一个是永不言气的木叶英雄 一个是笨鸟先飞行的热血少年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两人缠斗片刻后 名人再次照出分身干扰小李 终于抓住小李一瞬间的破绽 将小李打飞上天 利用影分身 借力越过小李 然后从天上将小李一脚踹下 这还不算完 名人继续利用障眼法 本体都从弟弟给了小李最后一击 这一套组合弦也成功将小李打出了真火 于是小李脱下了腿上的签块 失去束缚后的小李实力定然不可小觑 而名人也开启了仙术 双方大战一触即发 一百年前 班通过移植弟弟的万花筒血轮演 得到了攻防一体的终极铜术 永恒万花筒血轮演 使得可以随意发动完整体虚左能呼 成为了羽之波一族的最强者 而能与班抗衡的 只有牵手一族的首领牵手铸监 治火之国墨叶寅村的初代火影 擅长使用墓盾秘术平定乱世 并在周末之鬼一战中 打败了羽之波班 从此一百年后 墨叶村人才辈出 二代火影牵手匪奸 四代火影波峰水门 六代火影奇目卡卡西 可虽然堕入黑暗 却让人感动的羽之波带徒 背负血仇 却最终被感化得与制波佐助 鹿丸 警力也 钉刺 他们无一例外 告诉了我们生活的意义 为身边的亲人 朋友 伙伴 以及所有的羁绊而活 火影有理想 火影里面有很多人 懂得自己需要什么 懂得为了自己的目标 去奋斗 去坚持 还有就是小组织的历史 火影也让人们理解到 坏人的可怕 所以请尽快出 火影真人版电影吧 真心期待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